第29階金曲将入围名单公布 追追林俊杰一专辑伟大的描写及阿妹张慧妹 以偷故事的人可入围六项成为本届最大赢家 其实我想要 一场美梦睡不着 一种心脏的光调 化解界限不被撩倒 奔跑 依靠 追追林俊杰筹备两年 寻回最初的自己 冰场是与过去不同的音域 挑战更难的歌唱技巧 一举入围年度歌曲 最佳国语专辑 最佳国语男歌手等六项大奖 这也是在这第六度 入围最佳国语男歌手 能否三度拿下歌王 相信所有歌力都相当期待 不过 风俊最佳国语男歌手入围名单 哥哥来势汹汹 堪称死亡之俗 和林俊杰一样 拿过两座歌王的陈奕迅 这次以Come In 第九度入围 杨瀚追追抢第三座歌王宝座 还有曾在2007年 赌金的歌王李久哲 以及第二次入围男歌手的 小雨宋念雨 再加上一匹大黑马许舒豪 自家国语男歌手 艳然就是天王与星秀之中 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 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 惊取二九的入围大赢家 除了林俊杰 同样亮眼的阿妹张慧妹 凭着叫好又叫做的专辑 投故事的人 入围最佳国语专辑 最佳国语女歌手等六项大奖 呼应专辑名称 阿妹诠释各种故事 成功驾驭多元曲风 第十四度入围歌后 更将力拼颇记录的第四座后冠 而最大强敌 就是2016年的歌后彭佳慧 还有曾在2010年 拿下新人奖的徐佳瑩 第三度入围最佳国语女歌手的 拉拉徐佳瑛 距离上一张寻人启事专辑 足足酝酿了三年 更加成熟且细腻的诠释 在本届金石奖 共入围五项 成为得奖的大热门 而入围国语女歌手的最大黑马 就是前FIR主唱飞 以及曾在2013年 入围新人奖的吕强 令人相当惊喜 本届入围名单的另一大亮点 就是以戏剧花甲男孩转大人 人气再翻红的卢广正 他温戏写出的主题曲 鱼仔红遍大街小巷 更是抓住金曲评审的心 卢广正以鱼仔入围的年度歌曲 最佳作词作曲人 及最佳单曲制作人 四项大奖 总体而言 从本届入围名单能够看出 除了作为不断突破的金曲常胜君 也看见许多新生代音乐人的表现 而第29节金曲将 谁能风光胜出呢 就等6月23号见真章啦